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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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 施先生 看这里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最后的打算吗 松果时评的程良女士 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你刚才是义子定乾坤 我想请问一下 盛景初先生 这一关键的妙手 你是在什么时候 想出来的呢 有一只小狐狸 给我送了一篇药片 以后想出来 你这个人 公然调戏送过视频里面 好好回答问题 早在义子解双征之前 我就算赞了这一心 那今天赢得了这一番棋 晚上想吃点什么 庆祝一下呢 听你的 找找找找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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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叔叔阿姨的啊 今天好吃好喝 随便吃随便喝 成熟百代 好 好 好 出门这菜随便吃 好 太厉害了 救救 把糖吃了 会开心一些 蜆蜂 我现在特别内疚 我之前用过这个枕头 我觉得它特别舒服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会对它过敏 还害你差点输了比赛 不怪你 是我身体太弱了 要不然 我去健身房店一连 不用 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 我爸刚给我发微信 说让你晚上去我们家吃饭 他给你做了他最拿手的 红烧狮子头 我对狮子从来不挑 那你挑什么 我只挑人 那你没等挑 那 让我好好看看 都烂你 都烂你 对不起啊 我也知道不是你的错 可能你冥冥之中 就跟熊猫相克吧 所以我只能委屈你 暂时先到这儿了 希望能有好心人收留你 走吧 等一下 我第一次正式和叔叔吃饭 这么穿太随意了 不随意啊 甜水巷的人有多质朴 你又不是不知道 要是穿的西装革履的 别人还以为我要去结婚呢 我就是怕别人误会嘛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去换西装 加油 加油 快喝点 盛先生 听说您正在帮忙追踪一起 交通肇事逃一案是吗 帮忙而已 我们下午去采访 陈丰收先生的时候 听说肇事者想要花仲金 买脱你们进行私聊是吗 绝对不能私聊 为什么如此坚决呢 这是法律问题 没有善良的余地 请问您对肇事者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奉劝你还是早日自首的好 盛先生 我看你现在的状态 已经很疲惫了 这样是否会影响到 你后天的比赛呢 稍微有一点累 不会有些事情 比胜负更重要 那您就没有考虑过 申请比赛引起去行吗 我一下 你这几天太累了 快趁热喝 你这几天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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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人心疼就不觉得累 不知究竟不知市里 喂 姐 赵氏司机找到了 好 我看看啊 拜拜 你看 你看 我们通过写作 对杨先生身边 比较亲近的亲戚和朋友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最后确定 赵氏者就是杨先生的儿子 杨乔宇 杨晓宇是一名年满十八周岁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中毕业生 事发前一天 杨晓宇趁父亲出差 私自开车出去练习 撞人逃逸 随后杨晓宇一路将车开往市郊仪器 据悉杨晓宇现已被起诉 而他的大学入学资格也已被取消 上车 进行 上车 上车 走啊 你干吗 上车 别动 别动 我马上在大火 开车 你也别压好 你等着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快 这人也太嚣张了 自己儿子开车撞人 还想要报复你 人抓到了就好 可是你都累了那么多天了 还要照顾我爸爸 看你那样子 我都心疼了 也许 所以你有爸爸能帮我提升行劳 加油 快喝茶